现在大台北租房子压力真的很大 租金不断不断的在增加 房价都没有飙这么快 但租金已经大的吓死人了 现在虽然是买方市场 但买方能不能姿态这么高 让我都起疑心了 有一位贴出来要招租的 这是他房子的物件 这位屋主他要去环游世界 我想说为什么有办法 七月开始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 到各国去 是我们台湾现在 还是说既然要一次回来 台湾要管 那我干脆去很多地方 去这些不用管制的国家 以保我过去两年时间 被关在台湾 让我可以好好的去享受 他贴出来的公告 大家都觉得奇葩文 因为他7月22号要出国 然后10月23号回来 就他说我只能租给你 7月22号到10月23号 最快可以租给你7月20号 然后问他押金多少 他说这个没有押金 比如说他一个月开价是3万2 他是在江子翠捷音站 步行四分钟 在这个公寓 五楼的公寓的五楼 等于说他没有电梯来 有些人其实很不喜欢租五楼 因为五楼你要爬得很辛苦 突然想什么东西没买 要去7月23号 你又要再爬一次 很多人其实不喜欢五楼 五楼租金通常也比较便宜 不过他开出来的是3万2 扣除他妈妈住的地方 大概20平 为什么要扣除他妈妈住的地方 因为这个屋主有开出一个条件 他说你有一个 他有一个年迈的妈妈 他有自己的独立的卫浴跟餐桌 因为年老没办法出房间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 11点多 会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员来服务他 礼拜天姐姐可能会 可能哦 没有一定哦 所以有两个问题 他说姐姐可能会来帮他 所以有两个问题 礼拜六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写到礼拜六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那万一姐姐没有来怎么办 这个他没有写清楚 所以大家想说 有点恐怖了 那包括现在有人就点出来说 他其实有一个相关的 这些出国的计划里面 刚好就跟他 这段时间是吻合的 好 这是其中一个奇葩的点 另外一个奇葩点是 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很多租屋网 脸书上面也好 或者是他专门的租屋网里面 突然出现一个很奇特 很怪现象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所以像租房子 租客 招租的这些租客 不是招租 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想要租房子 房东来找他的这些 这个房客们 他会把自己的照片 po在这些网路上面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他说他是台大的硕士毕业生 然后拍得非常非常漂亮 还有这位是辅大学士的毕业生 也是这个地方 预住的日期 然后他贴出了这个主要的捷运站 他说只要在这个捷运站 走路10分钟 可以到的我就可以住 不要是凶宅 希望有家电等等 希望你是四楼以下 所以他们就不会去租那一间 就不会去租江子翠那一间 预算是两千五以内 希望是两房一厅一卫 很多房东可能看到这些 这么漂亮的照片 可能都会觉得 哇 这个房客 我看 势在必得 还有包括这一位也是 他的漂亮 也是很漂亮 可是因为有个资的问题 我们都必须要马赛克 他也是求租的这个文章 本人吗 本人本人 可是你是说 对啦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有些人 可能照片跟本人也差很多 但是照片真的是根据他拍出来 不过房东都可以找他 去看房子的时候 都可以确认 对啦 但这个怪现象 就让这些招屋网的版主 非常抓狂 所以你们到底是来租房子 还是来找老公 所以他抱怨了一段 来看这个影片 漂亮的女生 放照片在那边找房子 一堆人留言 不然就是私讯他 我成立这社团 六年还是七年 我问一个问题点 我光是收到很多人来 是去说管理员 可不可以问一下 有人杀老我 有一个男生恶劣的杀老我 有一个你们的社员杀老我 我可不可以 请你们把它公布在社团上面 让更多人不要受伤受寒 还是怎样 你们这些放照片 自己在找事做 公布就要 太险是不是啊 你要不要干脆穿个北京尼 这上面跳舞 找房子不是更快 我还奇怪了 你们这些人 是不是啊 我要你们不要放照片 真的很困难吗 只要你的低点 地点对 第二点 你的院育副的租金对 符合他的价值所带的时候 然后他的环境对 三点 你基本上可以租到房子 你们就一定要放照片 是不是啊 还是不怕我 那个蔡英文的照片啊 要找房子 试试更快啊 奇怪了 有病要看医生啊 过丽巴说的 就这样子啊 祝福大家 好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怪現象 所以他PO出照片 然後他在被騷擾的時候 這個到底是要怪版主 請版主就幫他 以及你PO蔡英文或者林志玲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落差 那第三個問題 我剛剛有網友特別點到這個事情 他在問說如果這個媽媽 他在房間就救命 這個房客有沒有義務要救他 楊明 首先就是說像這種所謂的 拿照片來做這個展示 這某種程度就是一個類似求職的概念 把自己的這個求租變成一個履歷表 告訴你說 房東我長這個樣子 因為確實有很多的房東是看人 看外型 或是看他的一些學歷 或是什麼樣的一些資歷 工作經驗等等 來決定要不要把這個房屋 這是真的 對 這是很現實 我有朋友他長得就是比較兇神二殺一點 他常常遇到的經驗就是 就是看了這些招租的廣告 去安門一開房東就說 我們剛好租出去了 對 就是會挑客人 連問都不問就先說租出去了 所以其實你知道像 我自己前陣子才搬家 就是也是租房子 所以我前陣子都在找房子的過程 我就很有那個心得 就是覺得說 你知道光是一個男性 要找房子的這個難度 就比女性來得高 因為很多 尤其過了40歲的男性 租房子真的會被警示 對 他們會說 你怎麼還單身 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毛病等等 好 那我們先回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我覺得 他們願意展現 我先簡單問一個問題 如果母親哀哀叫這個房客 有沒有醫務要幫他 當然有 因為你租了 你租了房子 你到時候同住在裡面 那這樣你應該更便宜 因為當地的行情 江子催那邊的行情 如果是二十坪的公寓 五樓的其實大概兩萬就算貴了 這個偏貴 他有沒有可能內裝很高級 不是 因為他是短租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他是短租 短租應該要更便宜 沒有 他可能不收押金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房東 他很會精打細算 自己出去玩 然後房子還要租給別人 順便找一個管家 幫忙看媽媽 這是一個你知道一舉三得 他都沒有想過 萬一這個房客住到一半出狀況 媽媽的安全誰來顧 台灣的街頭常常發生碰瓷 不過這個畫面實在太詭異了 就發生在台北市的南港城福路 我們直接來看畫面 當這個開到一半的時候 就沒想到對面的車廂 有一位女子 她就慢慢地接近 那也就算了 她居然把自己用倒退路的方式 用下半身捲住了這個車底下 那車主下來拍她的時候 她還一副自己喃喃自語 那這個車主看到說 第一次看到這麼詭異 好像這個真子的版本的碰瓷 動作讓大家非常非常地吃驚 專業的高手 然後有人質疑說 他是不是之前在高雄很有名的 跑到殯儀館 甚至跑到後來車廂裡面 這個監獄裡面 去跟人家要錢的那一位 當然這個行為 千萬不要這樣模仿 是非常不治 而且非常危險 你怎麼知道對方會不會把你撵過去 這個是很危險 高雄還有很多傳奇的人物 但是這些傳奇的人物是全台灣都知名 包括這位抓肉專家陳才佑 很多高雄人說 他一整天看到老婆老公的次數 都沒有比看到陳才佑多 大街小巷轉個彎 馬路上的廣告或者是車 一大堆抓肉專家陳才佑 後來大家懷疑說 怎麼可能這幾十年下來 他都如此年輕 大眼睛長得這麼特別 當然這一個人還真的有這個人 他現在已經六十歲了 他真的是抓肉專家 抓肉魔術師 魔術師 亮哥也是抓肉魔術師 看政府有哪些漏洞 還有包括 我先大概挑個幾位 包括這個香蕉騎士 他全身包括車子裡面都是黃的 安全帽也黃 衣服也黃 車子也黃 然後鞋子也是黃的 全部都黃的 那我覺得他的 他其實有訪問過他 這一個所謂的香蕉戰士 他很有哲理 他說他已經一輩子工作很辛苦 都是聽別人的 但是他退休了 他決定要做自己 要聽從自己隨心所欲 所以我聽到他的 本來看到他的這些行為 就覺得可能是邊緣人 後來聽到他的做法 聽到他的想法之後說 真是羨慕啊 原來退休了完全可以做自己 這位高雄冠軍哥 他其實背後看起來好像很年輕 每個人都說你看到他的版本不一樣 他有時候會說他是世界一流 有時候會說他是物理 數學 世界之冠 各種不同的牌子 所以有些人會收集不同的牌子 然後他的姿態又很酷 但是他騎這方式會讓其他的騎士 是有點削削的 那還有包括草帽博 草帽博說他就是不戴安全帽 他要戴 我們把他稍微馬上刻一下 他就是決定要戴一個草帽在頭上 這個是違規的 他一天最高的罰金罰單累計起來 一天有一萬三千六的罰單 他說他不在乎 他就不去繳 他講了一句名言 我有錢絕對不會給政府 我寧可給女人 這是他的一個名言 所以他這些人物其實看似 好像他們的動作很奇怪 可是他們其實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這一位其實已經好幾年沒有出現 有人甚至在討論說他到底還在不在 這位就是高雄鬼劍仇 水果阿嬤 但也有人給他一個稱號 叫做水果妹妹 就是各種不同的稱呼 很多高雄騎摩托車的人看到他會害怕 高雄很兇狠的飆載 這些飆車主都不怕警察 但怕他 看到他就皮皮抓了 因為他就會穿得很詭異 然後這樣子也讓人家會害怕 然後拎了一堆水果 你停車的時候他就丟給你了 玉峰你怎麼看 對 我們先講陳才佑好了 陳才佑有一天 因為我之前跑房地產 有一天我就發現他已經進攻到台北了 然後他在一個中華電信 就是也是輸了很大的招牌 對 就用這張照片 對 就用這張照片 那我們以前去訪問過他 你知道這是他專科的時候 因為等到他專科畢業要去考證照 所以有個證照 就去拍一個證件照 他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後來十年之後才發現 十年之前有這個Q版的 他是請人家幫他畫的 但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已經60歲了 所以他還是裝的 不是裝的 就是他還是蠻和善的 但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頭髮有比較少一點了 那之前我們有去採訪他 我就說為什麼你要一直做這個大 這種鄉行車的廣告 其實我們現在的袋子是舊的 那個時候可能還沒有約訪到他 所以把他後來的樣子打馬賽克 不過我看到後來很多媒體訪問他 他是大方接受訪問 對 因為他 你剛剛講的算客氣 因為真的差很多 因為60歲了 樣子也胖了 然後跟這個照片完全不一樣 看不出他當年的樣子 因為他後來做了很多的專利 所以他也賺了很多的錢 所以我覺得他的日子過得比較好 但他還非常的不錯 他沒有因為賺飽錢就沒有工作 他還是浩維尼斯教了很多課程 有那堆土土 有 有 有 然後都穿那個他們黃色的制服 我覺得這個還蠻酷的 我們先講那個水果阿嬤 水果阿嬤其實在新聞的演進 是非常多年 大家一開始會以為說他非常辛苦 然後去採訪他才發現 其實他蠻多資產的 然後他的這個水果有沒有 我們一開始也以為他是很辛苦的 去榨汁 才沒有想到 他是怎麼榨汁的 他是用自己的手 他去市場撿一些 就是有點人家不要的 就是往後丟的 然後自己把它擠上汁 蛤吃餅的水果 對 然後我們去問那些 那他手勁也很大 他手勁也很大 那我們那時候講說什麼 他怎麼一個人 你怎麼這樣留地 對 暴局 他怎麼一個人 擊退上百個飆車組 其實那是一個網友的玩笑話 就是說因為大家怕了 他會把你的飲料丟掉 有時候你騎摩托車前面不是有一個 然後旁邊可以放個礦泉水或什麼的 他就直接丟在那邊 對 然後有些你有的時候 他會把你的水瓶或是你的飲料丟掉 然後塞進他的 就有點就是強迫買賣 可是你在民間走動的時候 趙總的時候 趙子也要放亮一點 台中在6月25號的時候發生一個新聞 這個是電梯的畫面 發生了有位80幾歲的弘姓老翁 他看起來非常非常非常的路人甲 很普通的一個人 搭電梯的時候 因為他這棟大樓非常複雜 有酒家 有這個深色場所 各種全部都在同一棟大樓裡面 出路很複雜 結果有一個25歲的弘姓男子 要進電梯的時候 可能這個弘翁喝醉了吧 他電梯一下按開一下按關 沒有按清楚 結果被夾著 這弘男被夾了之後 他一進來就罵他 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畫面可以看他 弘男突然被電梯門夾住 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一肚子火了 一進來馬上把這個弘翁 這個弘老人家逼到牆角裡面 一陣路罵 其他同伙也罵他 弘翁嚇死了 還躲在電梯 一時間不趕出去 看清楚外面沒有人 他才慢慢地走出來 沒想到這個年輕人還是不放過他 立刻走上來跟他討這個公道 後來這個弘姓老翁的其他朋友 聽到這個訊息 衝下來一堆人 就把這些年輕人這些屁孩 一個一個就把他打拍在地上 最後看到這個弘姓男子 本來很囂張地躺平在路上 這個是上禮拜出來的新聞 但沒有想到現在傳出來 這個弘姓的老翁 赫赫有名 他的背景非常特別 他是台中曾經一度非常兇煞的幫派 十五神虎幫 其中 因為什麼叫十五神虎幫 就有十五個霸北的兄弟 他排行第五 叫武郎 人家已經退隱了 這個洗手 金盆洗手了 所以他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很客氣 要吵架他也不跟你吵 但沒想到人家當時在道上 也是赫赫有名 現在還傳出來說他有可能是青幫之一 他是這棟大樓 十二樓 他這家酒店叫做天王天后 都跟你說他是天王了 你還要打他 年輕人去的那家在五樓 叫什麼 叫花花世界 他們只會花拳秀腿 所以這個店名可能跟人都有一點關係 你看看剛剛他走出來這個棟大樓 這棟大樓其實很有名 2017年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冒著他哥哥的名字 去頂替案子 殺了凶人 然後冒名頂替的案子 當時這個兇手進出大樓的地方 去卡拉OK的地方 就捅一棟 你說到底跟幫派有沒有關聯 他們的爸爸一樣也是十五神虎幫的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是神虎幫的一個據點 神虎幫赫赫有名 當時最有名的包括公民大樓 他去世之後年輕的輩就組了十五神虎幫 頂盛的時候還分了賭刑十五神虎 還有五拳十五神虎 駐台東的就知道了 這就是陸名了 根據陸名來取得 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所謂的Vigopoe 當時他的這個事情還拍成了電影 他的爸爸是美國的大兵 生下他之前他爸爸就已經不見了 那媽媽是做酒店的 做酒家的 後來長大一直被歧視 加入幫派本來以為會改變 但沒想到幫派也是歧視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混血兒是一種感覺有點丟臉 不像現在混血兒感覺好像比較高檔一樣 比較高商那種感覺 時代的這個風氣不一樣 林博文後來就開始一路逞兇鬥狠 而且他是不怕死 動不動就多丟手榴彈 那後來他本來一開始搶這些賭場 搶黑幫的 黑色黑的 後來去綁架富商 那狀況越來越多 那他本來還得罪了自己原本的幫派的大哥 然後自己再成立一個叫做後龍十五神虎幫 這個部分來請教這個楊明 他其實這個十五神虎幫 這個他到極盛時期 除了剛剛講這個什麼賭刑 武拳 還有陰財路 還有這個石甲路 還有這個什麼四張梨 很多地盤 因為每個只要在台中 你掛上十五神虎 人家就會 這個是賀賀有名的尬頭 所以這是大概在民國五六十年代 他們在這個台中地區 市區慢慢去蓬勃發展 那當然你說像這個林博文 最有名就是1984年11月那時候疫情專案 因為他就是到處去恐嚇勒索綁架等等 然後當時十大槍擊要來這個警察要圍捕他 當時台中陷警局的這個叫 刑警隊長叫洪迅 一位姓洪的隊長 他去圍捕他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個林博文就直接開槍把他打死 就是一個警官就現場殉職 所以後來我跟你講 除了這部電影叫什麼美國破維 還有一部電影叫洪隊長 就是要講這一段圍捕這個美國博 博仔的這個故事 那當然他那一次就被在向上南路二段 他就被圍捕有被逮捕了 那時候其實還有一位這個 這個比較是刑事組長比較小的 也是一樣警官 被打到左眼失明 一樣就是其實等於說這個人 等於是非常非常的這個兇狠 那當然1985年隔年他就判死刑 就是扶法了 對 所以講真的這種叫洪迪不怕 那回到這個洪姓的這個老翁 這個是叫提醒這些所謂的屁骸 真的 走在路上 這個高手在民間 把手要爬給筋 就是你要看清楚 你別以為這個武郎真的很客氣 你看到電梯裡面 人家把他逼到牆角的時候 他也都沒有生氣 甚至後來這一線退出去的時候 他一度在電梯裡面 還很害怕 還在等等等等等 你現在看就是等等等等 他確定外面沒有人的時候 他才走出來 對 我告訴你 那個立刻下來兩個去修理這個小朋友的 那個就是酒店的為室 就是那個天王天后的為室 他是那一家酒店 那個洪姓老王是天王天后 那一家酒店的股東 對 然後呢 那一家酒店的那個為室 他們就是會看監視畫面 他就看電梯裡面怎麼 我們的股東怎麼被打了 哇 趕快衝下來 所以我真的 這個要奉勸年輕人 這個誠兄鬥狠 也要看對象 那你看這個就真的是偷漆不著18米 有一個這個是在網路上PO出來 地點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個阿伯 他有一個輪胎 從遠遠的地方突然滾過來 因為輪胎非常重非常大 滾過來如果一不小心 可能會受傷 但是阿伯抓準的時間 跳起來變成真人版的超級馬力歐 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簡單 但別忘了 阿伯很多人其實沒有辦法跳這麼高 以及如果你少算了一秒 差一點點 你如果被他A到的話 你其實會摔得很慘 所以這個阿伯感覺也是 藏在民間的一個高手 機車滑行 結果阿伯有施展輕功 來看一下 這個在畫面左邊的阿伯 對面這個車子雷纏 結果他就跳起來 兩個阿伯反應都很快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賓哥 賓哥你怎麼看 這個新聞一開始大家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很療癒 這個年輕人就專門欺負弱勢 結果自己也被打趴了 但沒有想到對方這麼赫赫有名 其實很多老人家 他們也都曾經年輕過 所以人家身上身負什麼絕役 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不要亂去惹老人家 但你們這個上面有一點點講錯 就是阿伯大 其實那個時候 在十五神武邦出現的時候 他還沒過世 他還在 他2010年才過世了 那十五神武邦是19670年代開始起來的 後來到1980年開始比較盛 那所以你看嘛 他1980年代比較極盛時期的時候 當時他們主要幾個份子大概都二三十歲 所以到現在都差不多五六十歲了 所以就是這些老先生啊什麼 你不要看人家是老先生當年也刺測風雲的 那至於說他是不是青幫的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是青幫的 那我們青幫其實本來就是 很多幫派都會加入 比如包括一些地方的角頭啊 或是竹聯四海啊 什麼北聯啊其實都有 那當然我們的性質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這種 有背景然後有過去輝煌紀錄的人 在表面上你是看不出來的 千萬不要去惹 但是剛剛看到那個阿伯跳輪胎 我真的要提醒一下 不要學習 對 真的不要學習 因為其實跳筆不跳還要危險 你沒抓好真的會摔很慘 通常難度盡量往旁邊閃開就閃開 對 不要用跳的 因為跳的你真的沒算好 那個又是馬路上摔下去真的是不得了 王宇在今天試試 雖然他其實生病已經對抗病魔 非常長一段時間 但他不幸的離開 還是讓大家覺得非常惆悵 他過去其實大家印象中 講到武打明星 都想到李小龍 或者是想到後來的成龍 其實王宇比這兩位成名的更 還要更早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當年的代表作 我今天救你就是爆大神了 我再也不會跟你們見面 你們要再是糾纏不清 你最會我手下不清 我的刀呢 2017年的時候 美國曾經有一個電影的網站 他統計出來 在螢幕上殺人最多的就是王宇 他是所謂的螢幕殺人王 所有的電視裡面 這些作品裡面殺了 總共2477人 當然他有很多很多 非常厲害的這些作品 是 王宇是60年代 那個時候獨背刀系列 我們小時候看獨背刀 剛講為什麼殺這麼多人 王宇是一個用左手的 在戲院裡面 那個暴力美學就是以一擋擺 就看他不斷地殺壞人 觀眾簡直是叫好 就是 那時候所有的小朋友 都喜歡把衣服綁起來 是 模仿他這樣 那個時候沒有特效 那個時候你要是一個手臂 沒有就是綁在後面 那個拍戲很辛苦的 王宇當然為了獨背刀 獨背刀系列 獨背刀王 新獨背刀 獨背刀大戰盲劍俠 他那個時候揣摩自己 用左手去生活練習 當然講王宇的那個時候 是一個第一代的武俠天王 也是一個楊剛的代表的男明星 我有個疑問 聽說在他之前 所有的武俠片主角都是女生 之前那個是粵語片 蕭芳芳 七公主他們 那個時候都是粵語片 就是武俠片是這樣 啪 無來神掌那種的 蕭芳芳他們為主的 王宇這個他們叫新派武俠片 真的是楊剛出來 張策導演就是暴力美學 這個是昆林塔倫提諾後來 這個美國大導演 非常推崇香港武俠片的一個派系 就是把王宇這樣捧出來 那個時候剛講了 沒有李小龍 沒有成龍 王宇就這樣一直拍 當然王宇後來因為紅了 紅了以後成名以後 王宇因為他是一個火爆小子 上海來的男生 游泳隊的這個厲害的 然後為什麼會進入邵氏呢 邵氏是東方好萊塢最大的 這個華語片的大的工廠 王宇就進了南國電影訓練班 去當演員 就是因為他好動 好勇 這個才變成這樣子武打男明星 當然王宇他在這個演藝的事業裡面 爭議很多 因為他就是拍武打片 從香港拍到台灣 因為片酬 不滿意 跳槽 還有撕毀到邵氏 潛入邵氏 這個好難想像 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說因為他的合約出問題 所以他兩次 一次已經驚天動地了 他還兩次闖入了邵氏的辦公室 把自己合約偷走 偷走自己的還不夠 怕人家發現說 你的不見就是你了 所以他乾脆把其他人 全部都偷走 多達一百多位演員的合約 而且一口氣放火燒掉 這到底是鄉野傳說還是真的 真的 為什麼 因為當年香港的電影王國 是好萊塢大王國 邵氏是東南亞大王國 整個的 後來邵氏的高層 跳槽周文懷去成立家合 兩家公司開始疊對疊 一個公司跳槽去的成立公司 大量挖腳 那王宇就因為邵氏簽了八年合約 他覺得那個片酬就這麼高 可是嘉禾這邊出高價 要他去 那王宇剛講了他天生好勇好鬥 他想一個方法去把合約毀掉 把他燒掉 這樣就沒有追究 可是當然後來還是被邵氏告了 告了沒有關係 嘉禾賠他違約金 因為那個違約金不算什麼 他後來到嘉禾 好 嘉禾後來又跟張策又鬧 當時後來又捧狄龍江大衛 他到台灣來 整個這樣子到台灣來拍戲 又拍一長段時間 後來王宇最後是氣隱從商 做房地產 做酒商 做很多生意 他陽明山蓋了別墅 在早年當年 陽明山那個別墅的標的 是非常明顯 著名的 後來因為生意失敗 把陽明山別墅賣掉了 然後王宇 當然後來現在的觀眾看到王宇 就是2013年的《詩魂》 周末宏導演的《詩魂》 他演張孝全的父親 以及他中風以後 他演一個老年人 當然王宇這一生沒有得過獎 為什麼 因為他都拍武俠片 早年武俠片 動作片 是沒有 被認為是沒有演技的 那王宇壞到老的時候 還好周末宏導演就覺得 這是一個我們影壇的一個寶藏 請他來演張孝全的父親 這個電影有入圍金馬獎男主角 但得了台北電影節影集 最佳男主角 所以他得了一個獎 當然王宇後來周深成就獎 得了中風以後得了獎 那過世了 但王宇這個硬漢 楊剛的這個俠 我想請教 因為聽到一個訊息 我就不可思議 他說當今大哥的大哥成龍 當時有對他下跪 大哥的大哥的大哥 洪金寶還打電話請他幫忙 成龍怎麼樣 成龍是當時這樣 成龍是家和 成龍當時是羅維導演培養出來的 雕塑 罪拳什麼的 神經雕塑 後來家和要挖成龍 那成龍要跳到家和 羅維導演是捧他的 是一個就不爽了 就找人去家和賭成龍 那成龍怎麼辦呢 找王宇 王宇幫他擺平了 所以成龍就欠了王宇這個人情 你看成龍 洪金寶這些所有的人情 這些王宇當年在香港第一代的武俠 武俠的這個大大俠士 然後幫了這麼多後備這些事情 後來在一部電影裡面 這個人情在全都還了 就是朱彥銘導演的火燒島 90年代 你知道嗎 這個電影的故事 我們要等一下講 火燒島就綠島 是指綠島 綠島 火燒島綠島 先講這個故事好了 因為當時這個電影 因為這個故事我今年 過年前跟朱彥銘導演吃飯 導演跟我講了很多內幕 當導演說不能說 因為這個王宇當時 因為這個電影當年 那就非得說一點 現在要說了 因為一清專案 當時有一清專案 大哥全都被掃進去了 掃進去之後 大哥放出來之後就很火大 說我們在裡面好苦 我們要拍一部電影 來揭露這個綠島的故事 一方面揭露故事 謝謝心頭之恨 另一方面 那時候香港電影很賺錢 另一方面 我們把香港的大明星找來台灣 我們要海撈一票拍這個電影 那朱彥銘 出口氣還賺了一把錢 結果後來沒有賺錢 為什麼 不賣啊 因為後來因為王宇 後來大哥就找王宇來操盤 整個操盤 王宇找了柯俊雄當監製 所有的卡式都頂級的 成龍 洪金堡 你剛剛講都是他有恩的 劉德華 梁家輝 包括王宇 柯俊雄 這麼多影帝一起拍 到菲律賓去拍 拍綠島的故事 當時我跟你講 當時所有的大哥 成龍這些都來了 可是當時香港電影 也是黑影重重 也是檔旗很緊 每個人都沒有檔旗 梁家輝還在越南拍 他第一部好萊塢電影《情人》 也被抓來了 就肉屁股的 我跟你講當時所有的人 成龍他們 成龍當時為什麼要還這個債呢 還人情債 佳和公司規定 你知道成龍每一年都有賀歲片嘛 成龍電影在裡面是不能死的 成龍電影是佳和不准他死 而且不准劈頭散法 結果到了這個火燒島 全部打翻了 也劈頭散法 最後也死掉了 為什麼要死呢 因為不死他擋旗 他沒有擋旗 他要回去香港了 他沒有辦法在菲律賓拍那麼久 最後只有讓他死 好 那劉德華當時這個戲 也不肯接 因為片面太多了 後來也是王羽的力量 哇 劉德華不敢講話 王羽說 你去問問看成龍跟洪金寶 我是誰 劉德華乖乖的來拍 那劉德華乖乖拍 也以為拍兩天就可以混過去了 哇 這個下面的故事 朱業明就說不能講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因為當時劉德華他不知道輕重 他想兩天混過去就算了 結果有一天在餐廳 王羽見他見面 啪 傢伙就放在桌上了 你要走 劉德華就乖乖拍完 梁家輝也是乖乖拍完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王羽大哥 在電影圈的勢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整個在不要說黑到白到 整個來講他的這個大哥 大哥級的這個份量非常的重 所以你常常看網路上面寫的 寫那些標題說 成龍 洪金寶 誰誰誰 什麼向華強都不敢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王羽 等於王羽就是港台界裡面 最大哥大的一個一個一個 現在講到會想到姓邱的 他後來不喬事了 只是後來不喬事了 好 但講到王羽 他的這個整個人生 他的感情婚姻 那也是非常非常精彩 他的婚姻兩段都非常的 怎麼講都是非常的高潮迭起 現在看起來 你看王心平大家知道 是他女兒對不對 那王心平的母親 大家就比較陌生了 其實他母親林翠 當時的大明星 學生情人 可是你要知道王羽 第一任婚姻跟林翠結婚的時候 是姐弟戀 他比林翠小八歲 而且當時林翠是有老公的 林翠的老公是邵氏大導演秦健 那王羽呢 你說他們的感情建築公開的時候 那個時候林翠都還有婚姻 可是林翠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你就知道在六七年代 但林翠跟秦健已經開始不合了 貌合神離 那王羽跟林翠拍了一個戲 姐弟戀 相當八歲 王羽就開始追 那怎麼追呢 哇 林翠喜歡彈吉他 學生情人 王羽飛到歐洲跟他買吉他 王羽到日本拍電影 打不通林翠電話 當然發飆 那你知道結果後來 林翠跟秦健離婚禮以後 因為跟王羽在一起 秦健導演上吊自殺 因為邵氏王國當時自殺潮非常嚴重 所有的影后 樂帝 林黛都自殺 導演也自殺 自殺潮所以邵氏的宿舍鬼影重重 結果林翠跟秦健自殺以後 王羽跟林翠千夫所指 所有媒體都說 你們兩個人這樣子 就等於說逼著你前夫自殺 然後你們的婚姻是這種 王羽跟林翠出來結婚前開記者會 姐弟戀抓著林翠的手 林翠發抖 說我們絕對沒有對不起秦健 我們是在婚姻破裂之後 才感情 才結婚 好啦 後來結了婚 結了婚 你看 剩下王金平 剩下三個女兒 這段婚姻只維持六七年 六七年之後還是離婚了 你看今天有一個 香港銀色世界很獨家的 當時的離婚 為什麼離婚呢 有說 林翠講說 王羽喜歡喝酒 酒後有家暴 但是王羽說林翠是同性戀 你看那個年代多麼的聳動 那他有證據嗎 林翠後來也沒有結婚 林翠後來死於哮喘 氣喘 林翠後來來台灣跟潘英子拍了 《婆媳過招70回》 最後的作品 潘英子是當年獨筆刀女主角 那當然就是你看當時這些在造年 當時的娛樂新聞比現在精彩百倍 精彩 那你看王羽他後來還有跟林青霞 林青霞的一段 你看這邊有寫王羽跟林翠分手內幕 那內幕是什麼 我跟你講當時就是說追林翠的人很多 王羽當時已經在台灣了 那王羽剛剛講不是有個豪宅嗎 林翠看過 那林翠去香港拍戲 那還不是第二次林翠香港的高潮 第一次2020年代香港出外景 王羽追到香港 因為王羽以前香港通 帶林青霞遊車盒什麼的 林青霞叫菲律賓拍外景 追到菲律賓 當時他們流傳一個 這個雜誌上流傳一個畫面 王羽開了一個Benz的車子 跑車 銀灰色跑車 敞篷的半夜遊車盒 林青霞鏤空的這個圍巾 圍風飄揚 飄出來 那個畫面就是說是非常巨男美女 好 王羽當時追林青霞 林媽媽搖頭 因為林翠的經濟人就是林媽媽 林媽媽不贊成 為什麼 第一個 他認為王羽有三個女兒 王興平就大女兒 還很小 小蘿蔔頭 他說我的林翠怎麼做後母 Sep mother 不可能 第二個他說王羽喜歡喝酒 那王羽又社會新聞 當時王羽上了新華閣風波 新華閣酒店的風波 非常大社會新聞 所以林翠媽媽堅決反對 所以這段感情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講到 但是王羽後來結了第二次婚事 就是一個空姐 空姐結果後來抓姦在床 所以王羽的婚姻 兩段婚姻都非常的高潮迭起 好 王羽的事蹟 當然大家都知道他有所謂的 這個黑道的背景 有三個社會案件都跟他有關係 而且牽涉到竹聯邦跟四海班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 老台北人都知道天廚菜館 雖然說後來因為疫情關係 聽說他每個月都虧損的金額相當高 但是有一個最新的跟年輕人 可能有印象的 華登出上有一幕 就是當時這些貪污的 包括警察局長 還有包括黑道的大哥 還有這些檢察官 一起偷偷吃飯 偷偷密會 他的地點就在天廚 也反映當時的背景 想請教楊敏 三大案是哪三大案 當然剛剛提到信花閣 就是第一次 那主要是因為王羽大哥 他在宴請他們演藝圈的 信花閣聽起來是有酒陪 對對對 他就是要叫其中一個酒女出場 然後對方酒女不願意 說有熟客在 結果剛好 當時他紅了嗎 他很紅 那麼紅的要外帶他 獨臂刀王啊開玩笑 所以那個時候 他會覺得你不給我面子 他現場有四海幫的幫派分子 他們就覺得說 你民心了不起啊 就幫幫這個酒女出氣 所以有一些這個爭端 那這個案子呢 其實最後王羽是被判了判刑 他是有判刑的 判了五個月 因為有一些這個暴力鬥毆的事件 好 然後呢 再來其實這一個案子 某種程度就是埋下了 因為王羽是這個竹聯邦的底 那他跟這個四海幫就等於有一些 其實這個兩個幫派常常 就有過節了 對對對 那到了五年後呢 其實大概1981年就是民國70年 那往前一年呢 他剛好四海幫的幫主 那個劉偉銘當時的幫主 他開了一個賭場 他找王羽去賭 他們就想說 大明星來我的賭場 那個幫他們捧場 捧人場 對對對 結果王羽第一次去 就輸了100萬 那個時候100萬很大 很大 所以第二次 那個劉偉銘要再找他 那個王羽說 不好意思 這個我最近不太賭了啦 那人家四海幫就說 你不給我面子喔 兩子結下來 據說裡面幫派分子 可能把一些舊恨啊 這些全部都把它攪在一起 1981年的1月10號 中午這一天 王羽請了他的朋友 他的演藝圈的朋友 其中有個小模在現場 他說他走進那個叫四樓 天廚餐廳四樓11號包廂 他說他四樓11號包廂 現在還在嗎 應該還有 所以大家有機會 可以去那個餐廳 去見證一下 那個那個包廂 到底什麼這樣的狀況 你知道走進去喔 他那個小模說 他一打開門 一進去只有王羽坐在那一桌 然後呢 他說他才剛進去 四個大漢就衝進去 然後王羽 殺人啦 然後你趕快跑快跑 叫那個女生快走快跑 然後呢王羽在裡面 就一個人對四個 然後呢被砍七刀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變成一個眾所注目 七刀 七刀 一個人被砍七刀 主要是砍在下半身 對 主要是腿 所以他就那個警察去的時候 他就一個人坐在那個 你知道包廂裡面會有一個沙發 他就在那邊 血就已經血流這個滿地這樣子 然後他還撐著坐著這樣子 對 一個餐廳的也寫 難怪當時的標題寫說什麼 整個這個過程中 確實就很 細說當日經過的確是個動作片 天除暗灰案 峰迴路轉 手槍迷中迷 柳暗花明 先是還槍過程 錄音帶掀起高潮 再來兩名現場募集者 造成了震撼 對 當時的社會新聞標題 真的是跟小說一樣 其實這裡面就有很多 我跟你講 那個這一個社會案件 後面捲出一堆奇怪怪的事情 先是五天後 因為王羽他後來送醫 馬上送到那個慶生醫院 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台北以前很有名的 叫黑幫的急救戰 因為你有槍傷 你有所謂的刀傷 見不得光的傷 不會通報警方 這是黑幫的一個傳統 然後他當時那四個人 其中就是那犯案的四個人 結果去投案的 王羽說沒有 他不是那四個裡面的 所以你知道 案發之後 先冒出一個叫做 所以是頂替嗎 對 頂包案 結果讓台北市警局 滿臉倒回 好 後來又為了這個 因為後來被查到那四個人 有人盜案之後說 是因為王羽拿槍 他要指控王羽有從他的鞋 就是他那個鞋子裡面 有藏一個掌心雷 有藏一把小的手槍 然後說他當時 因為他們衝進去 正要砍他的時候 他拿出槍要準備 然後被我一圈把槍打到地上 然後那個小弟把那個槍躲走了 然後事後還有一個還槍的環節 所以就是這個事情 就變成羅生門 那那個小模 我剛講那個現場見證的小模說 沒有沒有 我都沒有看到槍 所以變成王羽這一方都說沒有槍 然後砍他的這一方都說有槍 小模不怕被人家報復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社會新聞 還把那個小模的完整筆錄 都把它刊登出來 所以非常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年代 哇 民國70年 治安怎麼會這麼差 結果就引發當時社會新聞的震怒 因為你這個案子到省裡 最誇張就是到省裡的時候 因為這個四海幫 他們劉偉銘幫主 他就找了非英幫第三方 希望說我槍也還你了 他就那時候有一個槍的案子 我槍也還了 我們把這個事情私下和解 結果這一位四海幫 也是一個劉姓幫主 劉姓的成員 幫會的成員 他到了台北地院開庭 王羽去出庭 王羽當時找了這個竹聯幫 後來的這個幫主叫黃紹成 大家應該有聽過 這就好幾個當他的保鏢 因為他也怕有人來尋仇 所以找了幾個保鏢過去 結果那個黑鷹幫的說 我要進去旁聽 然後那幾個保鏢說不行 你不能去 然後還跟王羽發生口角 結果呢 一言不合 哇靠 那個 在法庭開打 對 竹聯幫的那幾個 黃紹成他們幾個拿出玉長的這個扁鑽 就要追殺你知道嗎 然後呢 這個劉台生 那個幫會成員叫劉台生 跑跑跑跑進法警室裡面 就被戳了好幾刀 所以這個叫法庭大下疊血事件 這在我們現在想起來是幾乎是很難 不可思議了 對 不可思議 然後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這個就是你看 接連幾個社會案件 讓社會震驚啦 那高層你看 台北市警方根本是丟臉丟搭 屬家做的 那另外一個 我現在剛剛講到的天廚菜館 這個華燈書上拍攝的地點 這個餐廳後來為什麼 是所有的情報單位 要分享情資一個重要的據點 對 這個餐廳 它當然第一個 它第一代的這個老闆 開設這個餐廳的老闆 它本身就是這個 所謂的軍系的這個背景 它當初它開這個餐廳的一個用意 它有這個情報的系統的這個背景 那它把這個參謀總長 然後那個山軍的總司令 沈主席這些的家廚 他們那個會帶廚師來 所以它把這些廚師挖繳到它的餐廳來開 所以叫天廚 就是說這些廚師都是給大官做菜的 所以做的都是所謂的北平菜系 那北平菜系其實就是所謂的 過去宮廷料理 好 它的菜很有名 有名了之後 結果它這個餐廳有個特色就是 因為它是退休這個情報人員 然後它的兒子 它的二兒子叫陳虎門 也是軍情局的大老 有名了 對 所以它就變成長期把這個所謂的 情報的退役的人員 來我們的餐廳當這個叫做工作人員 比如說現在有一位這個 在裡面的這個接待的這個服飾人員 就是過去張學良的貼身警衛 張學良被軟禁的時候 就是所謂國家派在他身邊監視張學良的 所以裡面其實臥虎藏龍 現在人家把這個叫什麼 情報窩 因為裡面大概有一半 一半的這個服務人員 都有相關情報的經歷 全部都臥龍藏虎 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這個 他現在還在南新西路上面 還在營業中 他最有名的是這個烤鴨 你知道連這個我們這個名嘴同業 黃偉和今年的沁聲趴 都在辦在這邊 他有允許把新生把它講出來嗎 他珍乃之父圖中和在昨天不幸 因為染疫過世 那讓人家相當不捨 是明年的昨天就是他的祭日了 那今天還剛好是他的生日 所以他的生日跟祭日差了一天 家人不捨 朋友也相當的不捨 不過事實上他到底是不是珍乃之父 這個事情是有很多疑慮的 因為他創辦的漢林茶館 現在是跟台中的春水壇打對壇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們曾經這兩家為了珍 珍乃到底是誰發明的 互相告了官司 纏送了居然纏送到十年 但也有人講說在打這十年關中 他們其實是互相拉抬 其實這個官司 其實有讓大家能見度都不一樣 圖中和在1986年的時候 因為生意失敗負債了400萬 現在400萬非常少 當時400萬是很大一筆金額 他借款60萬在台南創立的漢林茶餐 就後來一炮而紅 圖中和說他其實在 台南在阿牧寮市場看到 這個小時候喜歡吃的粉圓 他就想說奇怪了可以加到綠茶裡面 所以他說是他們發明的 但是春水堂有一位這個林秀慧 他是春水堂的創始人 他說有一次無意間 他就把粉圓加到了紅茶裡面 意外發現說還蠻暢銷的 所以他認為說是他們原創的 後來官司打了10年 法院說 珍珠本來就可以隨便加 又不是個多了不起的 所以不需要確定任何人才是始祖 就變成全部都是始祖了 其實包括鹹酥雞也是 大家一直在討論誰到底是 台灣第一家鹹酥雞是哪一家 各種不同的名字 第一家 首家什麼的名字都有出來 CNN倒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說不是1986也不是1988 他說是1949年 1949年日治時候 有一個叫張番薯的 他在日本的居酒屋裡面 當調酒師 這是日本人的店 他後來用雪克杯 調酒用的雪克杯去調製冰茶 所以我們最早期看到珍奶的時候 現在也是啦 在咬的時候都是用雪克杯在咬 所以後來這一家張番薯 他們創立的這個店 就叫雙拳紅茶 台南現在非常有名的雙拳紅茶 他們就認為 包括珍珠奶茶 包括後來泡沫紅茶 都是始於台南 都是台南發明的 但譬如說我跟韋翰是中部人 我們從小被教育的觀念就是 珍珠奶茶還有紅茶 都是台中的 都是沖水潭的 中部人都是相信這個說法 但台南人說你想太多了 明明就是台南人 各種說的都有 冰邦你怎麼看 還好我台北人 我們只負責吃就好 管他誰 那你本來覺得是哪裡的 你原本來覺得是哪裡的 你原本來的概念是哪裡 我說真的 我自己印象中 其實比較知道是純水潭 是台中嗎 我沒聽過台南 對啊 台南說真的 我是因為這個新聞 途中有老先過世 我才知道 那首先講 其實說真的不能叫他老先 因為他才73歲 其實還算蠻年輕的 其實以現在人的壽命來講 73歲其實不算很大 那其實算是有點太早離開我們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其實誰創造的有很重要嗎 而且據說他們創造的 為什麼會真 因為他們創造的東西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你看第一個 像途中有老先他是用綠茶 而且他加的 他本來加的是白珍珠 然後春水潭是用黑的珍珠 加的是紅茶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 大家可能在前前後後 差不多的時間都想到 就好像相對論 其實你以為這個愛因斯坦想出來嗎 其實其他人也想出來 你知道他們就是彼此 都不知道對方想出來 當然就想出來 在人類的史上 本來就常常有這種情況出現 本來跟軍購也有關係 在艾扁2004年的時候 他當總統的時候 當時的國防部推出了一個 這一位將軍常識委少將 他叫做奶茶將軍 因為當時他們這個軍購的預算 大幅增加6000億的軍購 所以當時大家還不滿 你就把兩岸搞成這樣的軍購這麼貴 結果這位將軍就很有創意 他發明一件事情說 每個人少喝一杯珍奶 全民少喝的話 我們就可以湊到一年6000億 幾年下來可以有6000億 他怎麼算 他說珍奶當時一杯30塊錢 每週一杯 一年大概有52杯 2300萬人算下去 一年可以省300億 15年下來就可以省到6000多億 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但他不知道的是 軍購後來也很貴了 奶茶從30塊 春水堂剛才講的大杯珍奶是199 而現在我們也不是一個人喝一杯 我們全台灣去年總共喝幾杯 你知道嗎 我們所有手遊杯飲料 總共喝了12億杯 數量非常非常的驚人 不過當時他的說法出來 有些人覺得有創意 但也很多人是很生氣 所以你講這個什麼話 所以當時還有萬人上街頭 喝珍奶 一邊抗議反軍購 然後一邊喝這個珍奶 兵哥怎麼看 其實當年我對這個也滿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我不喝珍奶 所以我想 我永遠存不到這個錢 因為他這樣一個人少喝 那我從來不喝 那我怎麼省這個錢呢 所以你到底在說什麼 可是那個時代台灣其實超愛比較 就算了